赵一顺利解决掉了秀师 并初步探查了巨型人头的秘密 他疑惑地询问 陈飞自己杀掉的那只秀师叫什么名字 陈飞想了想回答 好像叫沈金 赵一听后迅速翻动起了名单 很快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找到了沈金的名字 果然 那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人 非但没有离开工厂 而且从未停止杀戮 名单上的员工看上去 是因为各种意外 变成秀师被处理掉 但其实如果你稍微细心一些 就会发现一件很恐怖的事 陈飞有些不解 什么恐怖的事 赵一缓缓开头道 最近这些年的名单上 没有一个员工活过了一年 之前我还以为是谁不小心 将图钉塞进了麻袋 导致沈金被扎变成了秀师 现在看来 这座工厂里面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员工的死亡是意外 所有员工的死亡 都是精心设置过的谋杀 陈飞听迷糊了 可是大哥 我来这里好几年了 为什么我没事啊 赵一低下头 看着自己的员工衣服回答 你应该感谢你来得早 名单上统计的是 最近几年工厂内员工的新增减 你们以前的老人不在名单上 因此也不在那个黑衣人的猎杀范围内 但我猜想 他不杀你们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 你想想有什么是你们老员工有的 而新员工没有的 陈飞思虑了一会儿后眼前一亮 权限 当初工厂死了很多员工 后来我进入工厂之后 没多久老大哥不是辞职了吗 他就把他的权限给我了 我在工厂里除了晚上九点 要换上红衣去清理会衣人员之外 还要负责带一介一介的新人 就像现在这样 赵一点了点头意味深长的开口 多半就是这个原因你才能活到现在 也许幕后凶手已经将你们这些 拥有权限的员工当作了他的工具 你们负责正常运转整个工厂 而他则负责杀戮 别想这些了 你先回去和平常一样 不要露出什么马脚 下一步注意调查一下 关于工厂生产刚才的那个东西 回头有行动我会通知你 陈飞点点头深吸一口气 妈的 自从加入了结教 生活好刺激啊 很快就到了晚饭的时间 食堂那一名端着餐盘的鬼屋 在经过两张桌子之间时 忽然撞了一下某只鬼 汤汁儿撒了点在对方的衣领上 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腿刮了一下凳子 这名鬼屋对着坐着的那名尖嘴猴腮的鬼屋到了个前 露出一脸歉意的笑容 并伸手擦了擦他的衣领 刘洁瞟了他一眼 看见对方眼里的一些意味深长 脱领子的触感让他感觉到了 对方是塞给了自己一张纸条 他不动声色三下午除二吃完了饭 跑到了没人的地方打开了纸条 今夜十二点半 三楼厕所 第五个坑位间 到了半夜 刘洁如约来到了厕所 安静等待了许久门外传来的脚步声 直奔厕所而来 对方缓缓拉开了隔间的门 居然是一个穿着红衣服的鬼 刘洁想起了自己的规则 立刻低头闭眼单脚站立 孟迅冷冷开口递给了刘洁两样东西 行了 这里没别人 不用这样 我过来是给你送一样东西 你拿着 那里你就远程直接启动暗宁 等做完这件事情 我有办法让你直接坐上陈飞的位置 刘洁听到这话眼前一亮 心意横便下定了决心 好 我做 不过你可要说话算话 另外 事情做完之后 这件事情你要替我永远保密 刘洁文言黑黑一笑 大哥你放心 晓得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嘴够言 两人商量完毕后就迅速离开了 在他们走后不久 厕所四号隔间内忽然传来了冲水声 赵一提上裤子 推开门走出来 这俩家伙有毒霸 商量这种事情居然跑到厕所来 操 差点害得自己没拉干净 要不是当时在蹲坑 绝对出去给他们一人一个大嘴巴子 厕所如此圣洁的地方 岂是给你们这样误会小鬼 用来商量如何被地理害人的 赵一立刻联系上了陈飞 将消息告诉了他 并问他有没有反击的办法 陈飞那头听完后陷入了冗长的沉默 有 只要刘洁能够站出来指认 并且成功通过工厂的谎言测试 那么陷害我的那只鬼 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大伙明天倒戈一击 夜色阑珊之下 刘洁按照红衣鬼的吩咐 跑到指定的草坪旁 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块状物 埋在了草坪上的某条 修建出来的泥路上 红衣鬼说待会陈飞会来这里巡逻 到时候我只要启动手里的按钮 就可以炸死他成为新的公投 陈飞来了 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 刘洁脸上露出一丝慌乱 连忙朝着一处墙角跑去 可刚来到这边就看见了 正拿着手术刀等待他的赵一 刘洁将在了当场 语无伦次地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你怎么会在这里 赵一笑眯眯看着自己的刀尖上 散发的风锐寒芒 有人跟我说 你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等你杀了陈飞我就把你杀了 这样我就能坐上陈飞的位置 刘洁傻了 他虽然胆子不大但一肚子坏水 只一瞬间便锁定了那个 指使他去杀死陈飞的红衣鬼 一定是他 这个狗杂种居然违背自己的承诺 想要在事情结束之后 直接做掉我 好歹毒 好过分 刘洁眼督一转立刻开口道 赵一大哥 你不能杀我 杀了我你也坐不上陈飞的位置 赵一听后脸色微变 怎么个说法 刘洁剑稳住了赵一 没有先前那么恐惧 脑子也活跃了起来 大哥我先问您一句 叫您来杀我的 是不是一个穿红色衣服的 胸腔被剖开里面没有内脏 全是各种复杂电子仪器的鬼物 赵一装作惊讶地回答 卧槽 你怎么知道 刘洁一拍大腿痛心疾首 大哥 咱们都被他骗了 他先让我来杀陈飞 许诺我陈飞的位置 然后又让大哥你来杀我也许诺了您陈飞的位置 由此可见那个家伙根本就是个骗子 他会让您来杀我 自然也会在事后派人来杀你 赵一谎言 竟然是这样 大哥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去宰了那个红衣服的老骗子好吧 赵一打漏了他的手 回答不行 穿红色衣服的鬼实力都很强大 我跟他打起来必然会引来其他红衣鬼 很麻烦 不过如果只是要杀死那个骗子 我倒是有个办法 白天陈飞跟我聊过 他们这些拥有权限的鬼物 不能随便互相伤害以攻谋私 否则会被剥夺权限 并且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 明天只要你站出来指认那个骗子 红衣鬼的恶劣行径 并且通过艳谎仪的检测 那么他就在劫难逃 并且陈飞还会因为你救了他一命 而对你好感度大增 别的不说至少优秀员工 你是铁定内定了 听到赵一给他画的大饼刘洁心动 但他现在也冷静了不少 察觉到了赵一画里的不正常 那你呢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指认 赵一摇了摇头 你傻呀 咱俩能一样吗 你是鬼 我是人 你要是站在风口浪尖 他们会觉得你是英雄敬佩 我要是站在风口浪尖 他们估计都特别极度想弄死我 你琢磨琢磨 是不是这个道理 刘洁文言心一横牙一咬 你说的没毛病 那行 这个老逼灯不易在线 怪不得我啊 说吧 他就直接弄碎了手里的仪器 数日清晨 刘洁来到了行政楼 举报了关于有人谋害陈飞的事 并通过了测谎仪的检测 很快陈飞和梦迅就同时被带了进来 负责这件事情的老头鬼 让几个安保人员去拿了测谎仪 接下来你们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成堂正果 老头鬼扶了扶自己的眼睛目光冰冷 在工厂内利用自己的权力 去陷害同事事重则 梦迅看着那测谎仪额头已经渗出了汗珠 测谎仪在面前说假话是不可能啊 所以目前他要做的就是把真话假说 并且将自己的行为动机变成正义的一方 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逃脱审判 我昨天在食堂里看见了陈飞 居然帮一个人类说话 将一名鬼物直接扔出了食堂 所以我才对陈飞动手 测谎仪显示绿灯 于是老头鬼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陈飞身上 陈飞 怎么回事 陈飞淡然地开口 那只鬼不好好工作 想着陷害我手下其他员工 将一片绣草扔进了酒瓶片赵一喝下去 还好赵一没有喝看穿了他的把戏 我过去问责 他非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还想甩过给赵一 我一气之下就将他扔了出去 我想既然梦迅已经注意到了这头 他应该也看见了蛊惑鬼想害死赵一 那么他刚才避重就轻将话题转给我 是想逃过谋害我的罪责吗 梦迅顿时傻眼了 平日里一直憨得像个憨包的陈飞 这时候怎么忽然这么鸡贼了 他死死盯住了面前的侧谎你 甘瘦的身体在不断地颤抖 靠 他这么直接问我 我就没办法回避真实动机了 现在该怎么办 梦迅沉默许久之后缓缓抬起头表情怪异 似笑非笑似哭非哭 其实是他让我做的 老头鬼目光威名连忙追问 是谁 梦迅张开嘴想要说 可双目却忽然浮现出了极度恐惧的神色 他猛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嘴里开始咕噜噜地冒出来血泡 脸上也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袖渣迅速蔓延 那双眼睛的恐惧缓缓消失 留下了死亡的空洞 嘴角还挂着圣人的笑容 他就快要降临了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很快 我们就会再相见 话音落下梦迅的手脚疯狂扭曲折叠成了一团 最后变成了一颗袖球死在了当场 大厅内诡异弥漫 莫名地压迫浮现在众人的心头 他要降临了 他究竟指的是谁 陈飞细致地将现场状况全部记在心里 并且按照照一告诉他的那样 将下一个话题的矛头指向了刘杰 还不上测谎仪 刘杰被吓得一哆嗦紧张地来到了测谎仪的旁边 陈飞询问道 刘杰 昨夜梦迅找你之后 你是不是拿着他给你的武器去杀我 刘杰顿时身体僵硬断断续续地回答 没 我没有 低测谎仪亮起了红色 刘杰顿时内心大乱 不 我一开始的确是去杀你了 但我后来又放弃了 这回测谎仪显示的是绿灯 刘杰长出一口气 但老人鬼并没有因为刘杰中途放弃杀死陈飞而放过他 按照的工厂的规矩 你这算行凶未遂 同样该死 此话一出原本放松的刘杰又紧张了起来 厂长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不是有意的 这时一旁的陈飞却忽然说话了 头 这个人可以交给我处理吗 老头鬼沉默了片刻 也罢 既然他想要杀你 你复仇也是应该的 总之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工厂里不能够再看见他了 陈飞点了点头回答 放心 我一定弄死这个小逼崽子 说罢便铁链一卷 直接将刘杰死死缠住离开了行政楼 陈飞将他带到了一个废弃的仓库后 就转身出去了 刘杰被鬼神绑着动弹不得心如死灰 不停地在心中咒骂赵一 我不该相信赵一的话 这个狡猾的人类 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就在这时铁门被忽然打开 刘杰吓得浑身一哆嗦以为是自己的审判来临了 然而定睛一看 发现进来的却是赵一 赵一拿出手术刀割断了他身上的鬼神 想活命就不要出声 跟我走 接着他就带着刘杰来到了荣刚市 工厂里你是待不了了 门口有守卫你也出不去 我知道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活下来 但你要帮我做点事 刘杰无礼怨恨赵一 如果可能他巴不得将赵一这个人类巴皮抽筋是有点灯 可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你说吧 什么事 赵一指了指旁边的巨大头颅 你从人头的嘴巴里下去 看看下面是什么 用手机告诉我 刘杰心里略过了极度不祥的预感 什么玩意 从这里跳下去 你还不如直接弄死我 鬼知道下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赵一听后微微一笑 不下去你必死无疑 下去还有概率活下来 你自己选吧 刘杰思索了片刻最终只能无奈答应了下来 赵一取出一个手电递给了他 有件事情我得提前跟你说 下面并不安全 所以你下去之后 第一件事情是将手机静音 并且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之后的行动我会再跟你用手机联系 我跟你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所以你死不死对我而言没有区别 配合我是你唯一活下来的可能 明白了吗 刘杰小姬卓米试的点点头回答明白 事关自己的狗命 他自然不敢放松 赵一交代完后 便从身上掏出了刘老汉的房产证 直接定住了巨型人头十秒钟 然后抓住刘杰 猛的一脚给他踹进了人头的嘴里 接着便满意地离开了这 他继续推着自己的小车车去工作 才收剪好一车袖草 电话便响了起来 赵一接通电话 那头传来了一种低沉害人的泪骨声 这种声音像是某个人 在拿着两个锯锤疯狂敲击剧 怎么回事 下面在打仗吗 赵一询问了一句 刘杰颤颤巍巍地回答 不知道 这里 这里有好多穿黑衣服的尸体 刘杰颤抖着喉咙讲述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 这里有好多穿着黑衣服的人的尸体 他们身上连接着一条很细的生锈管子 通往了一个洞口内部 赵一让他往里面走 里面很可能有这些秀式诞生的根源 刘杰文言人都傻了 还让我往里走 赵一你老实跟我讲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放过我 赵一微微一笑回答是 可恶啊 完全不掩饰一下吗 好歹哄一下我呀 刘杰破防了愤怒地咒骂了起来 你不得好死 老子在听你的话 老子就是傻逼 说罢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赵一笑着摇了摇头 这就挂了电话 气性还挺大 半小时 他兜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那头传来了刘杰诚恳的声音 对不起赵大哥 我发现我的确是个傻逼 赵一询问道 撞见什么恐怖的事情了 刘杰颤抖地回答 前面有一条路 越往后走秀师越多 到后面已经完全分不清楚秀师的衣服颜色了 一条身壳下密密麻麻全是秀师 可能有数千 不 不止 应该有上万的秀师 他们好像都在沉睡 这些秀师身上连着的密密麻麻的秀管子 通往更深处 我没赶过去 那条看上去年九十修要垮掉了 刘杰话语之间恐怖的肋骨声更大 隔着电话都能带给人浓烈的压迫感 工厂地下深处究竟有什么东西 赵一思索了一会儿便开口道 你先过去 继续往更深处走 我要知道那头的具体情况 顺便你自己留意一些可以躲藏的地方 回头就这一两天 我会想办法弄更多的人进来 一听这话刘杰顿时来了精神 有别的人来吗 太好了 我终于不用独自面对了 赵一大哥我去了 你快点派人来 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 按照工厂规定 完成了一天任务之后 剩下的时间工人可以自由分配 所以赵一给陈飞打了电话 让他给自己拿来一块钢材和销售记录 赵一拿着钢材 恶童之力浮现 钉鞋钢中立 注意 里面蕴藏着部分生命之气和怨力 坚韧度十足 最好不要用它建造大型建筑 即便没有介绍 赵一也能够感受到 拿在手上的钢材充满了腐蚀的怨力 只不过这种怨力过于微弱 所以对人没有什么危害 掂量了两下赵一又认真翻看着 最近这么多年来的钢材出厂记录 他目光中赏过一抹兴奋 似乎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果然 大约在三百多年前 钢材厂曾经向墨耶村出售过大量的钢材 那座废弃车站就是用这种鞋钢做成的 难怪车站会变成那种恐怖的东西 一旁的陈飞好奇地询问 大哥 你发现了什么 赵一和尚记录本瞳孔中闪过一丝迷雾 我终于知道那些灰衣秀师要借什么东西了 他们要借的是精神 或者说是灵魂 工厂地下的那个庞然大物吸收了工人的精神 又不停从工人的精神之中吸取怨念 每出现一句秀师 就代表有一个工人的灵魂被钢材厂地下的鬼东西吸收 并开始为它服务 而那些怨力则被熔炼进入了这些钢材之中 陈飞觉得不可思议 怪不得每次秀师出现之后 厂里的钢材产量就会大增 不过 他制造出这些充满怨力的钢材是为了什么 赵一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他为了什么 但是我知道 古玄镇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恐怖巨手在操纵着一切 就在他话刚说完 一道刺耳的警笛声响撤了整个工厂 陈飞面色大变 不好 厂里出现了特殊状况 所有保安室的人和红衣人员都要集合 大哥我要先撤了 你手上的这个账本千万好好保存 回头我还要还给人家 赵一见撞连忙喊住了他 别急 我给你的精神里留点东西 可以避免你伤口生锈的东西 他边说边将手指点在了对方额头上 放轻松 不要抵抗 对 就是这样 我要进来了 陈飞混混顿顿仿佛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大约数秒之后他恢复了过来 赵一解释道 我给你的精神世界留了把锁 工厂内的人之所以生锈主要是因为精神被入侵 现在你如果遇见危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陈飞眼中出现了激动和感激 到了一声泄后就迅速离开了这里 赵一将刚才出售记录收拾好 站在门口望着厂中心的那座发出警报的高塔 已经有人意识到了工厂要出大问题了 这倒是个好消息 今天工厂出现的秀师实在太多了 有人愿意帮忙处理一下可以省掉我不少麻烦 他拿出电话打到了保安室 并且按照第十条规则描述的那样给保安室打了电话 规则十 工厂没有任何穿黑色衣服的人 如果你看见工厂里有穿黑色衣服的人 请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保安室并待在原地不可走过 直到保安人员抓到那名穿黑色衣服的人为止 喂 这里是员工赵一 对 我遇见了黑色衣服的人 他把我带到了工厂的地下 我好害怕呀 入口在荣刚室内 就从那个剧情人头的嘴里面进入的 嗯好 我等你们 你们快点啊 赵一挂断了电话 然后又打给了刘洁 保安队的人可能就今天什么时候会想来 你自己找个安静的地方多好 刘洁那头的杂音已经非常严重 并且那浑厚低沉的肋骨声也越来越有力 节奏越来越快 大哥 那些秀石开始动了 我给你发个视频 你自己看吧 嘴物刘洁传给了赵一一个极其恐怖的视频 在视频中 远处是一座计台 周围中空全是黑暗 计台的上方有三根极其粗壮的铁链 铁链锁着一颗几十层楼房那样庞大的黑色心脏 不难猜测出先前赵一听见的肋骨声就是来自于这颗心脏 这三条锁链延伸的方向是一个正方形的三个角 由此可见当初建造者在建造这个计台的时候 该是留下了四条锁链来束缚心脏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条锁链断掉了 这种建造模式和当初墨耶村的废弃车站如出一辙 先建出一个超级恐怖的玩意儿 然后用某个东西来束缚住它 当初束缚车站轨的是地下仓库 而这颗心脏也同样有四根锁链连接 但它们都出现了意外 至于这意外究竟是不是人为的那就不好说了 就在赵一思索之际刘杰又发来了消息 大哥那些尸体全都在动 我现在该怎么办了 赵一回答自己找个地方藏好 后面的事情我来解决 丁恭喜玩家赵一 完成主线任务调查刚才加工厂腐朽的真相 奖励待副本结束后结算 你触发了隐藏任务封印布里茨之心 任务奖励 血脉结晶绿色品质 称号钢铁直男 三万积分 隐藏任务难度较大 可以选择放弃 放弃隐藏任务后 你将直接被传送离开副本 赵一摸了摸下把顺手接下了隐藏任务 那颗心脏的主人叫布里茨吗 听上去不像个人类的名字 怂是不可能怂的 俗话说得好 能力越大饭量越大 这么丰厚的奖励不拿 王八蛋行为了属于事 之后赵一迅速给陈飞发了一个消息 他将大部分事情和陈飞交代了一下 并给他指示了下一步行动 而后他便锁上了杂物间的门 找了把椅子安静地坐下 并拿出了自己的灵魂武器手术刀 早在昨天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很好玩的想法 现在终于可以付诸于行动了 锋利的手术刀在指尖翻转 赵一的手臂上出现了一道伤口 暴露在空气之中近待半分钟左右 冥冥中一个庞然大物盯上了他 恐怖的精神力量开始入侵赵一的精神世界 后者一点点放松让这股力量侵入 来吧小宝贝 我的精神世界欢迎你 与此同时在赵一的精神世界内 红魔鬼正提着小篮子戴着小红帽 哼着童谣在深渊旁边采现蘑菇 忽然 他仰起了自己的小脑袋 面色怪异地望向了头顶的巨型暴风眼 晴天霹雳一道红雷闪过 下一刻 密密麻麻 袖技斑驳 破破烂烂的机器人出现在了这片空间 他们身上弥漫着极度恐怖的压迫 青红柱上被绑住的黑影都被吓得瑟瑟发动 红魔鬼面色凝重 正在犹豫自己要不要跑路的时候 一双手忽然摁在了他的肩膀上 赵一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笑容 这将会是一场恶战 如果你不想死 那就随我一起放手一搏 红魔鬼同样兴奋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凛冽的风吹来 伴随浓烈的铁锈味 老式的蒸汽式推动系统 明明已经落后不知多少岁月 可依然提供给了机器人超级恐怖的动力 让他们灵活而迅猛地朝着下方赵一这头杀来 奸猎赵一的精神化身是他们这次行动的唯一目标 红魔鬼望着如兽潮般朝着这头杀来的恐怖机器人 小脸沉重身体忽然开始变化 数不清的血红触手宛如海藻一样从他的嘴里喷出 头与身体从中间裂开 密密麻麻的牙齿布满在两旁的血肉上 赵一见状微微一笑 很好 你撑住 我马上释放至暗人格 毕竟在这里至暗人格是不会诞生混乱因子的 不用白不用 赵一没有任何疑 闭上眼睛直接坠入了深渊中 在第一时间放出了自己的至暗人格 困住至暗人格的锁链随即断裂 气氛凝固让人窒息 下一秒那道无比恐怖的身影 睁开了兴奋的瞳孔 呵呵 有客人来了吗 那我可得好好招待招待 困住至暗人格的锁链接连断掉 从他身体冒出了大量的黑色处须 来吧 我好久没见过这么丰富的食物了 黑色处须直断地伸长摇曳 在触碰到那些冲杀过来的机器人时 处须如同利刃般猛然划过 大量的机器人一刹那全部炸开短路崩溃 仿佛烟花一般在半空中接连绽放 盛宴要开始了 至暗人格争鸣地直接冲进了机器人群中乱杀了起来 机器人身上发出的雷射激光极具伤害力量 可至暗人格却任凭雷射激光将自己射得血肉模糊 完全不躲不闪 抓住机器连带雷射激光一同吞入腹中 下方的赵一看着红魔鬼微微一笑 我们帮他一起处理 这样能更快解决 红魔鬼应了一声便跟着他杀向了机器人大军 眼看战局优势已经逐渐偏向赵一一方的时候 天上的暴风眼又一次发出了恐怖的声音 赵一抬头看去 目光中出现了一抹凝重 只见一艘巨型飞艇从暴风眼的那头穿越而来 无数密密麻麻的黑点降落 带到他们稍微接近了地面 二人才看见这些机器要比刚才进来的机器更加恐怖 他们的身体不再有袖子也不再僵硬 表面呈现圆润的光滑仿佛外星物种 探测器也经过了净化能够硬刚至暗人格身上的那些诡异储蓄 至暗人格双目缓缓燃烧着黑色的火焰 他抬头看着新来的变种机器人身上的气息愈发的兴奋 更好的食物来了吗 说吧手上黑色火焰便幻化出了一面斜镜 将袭来的死亡雷射直接折射出去 又灭掉了数十只接近的机器人 其他机器人见雷射激光对他无效立刻选择了近身攻击 扑天盖地密密麻麻的朝着这头而来 红魔鬼已经开始慌了 赵一你到底惹到了什么 对方这种程度的精神力量 只怕是半步大凶 半步大凶虽然距离大凶有着天壤之别 但只要跟大凶这两个字扯上关系 那绝对是要命的存在 正常情况下 只有六十级之后的鬼物才有资格跟大凶扯上一丢丢的关系 赵一跃跃欲试脸上全是疯狂 欲试不要慌 直接正面刚 要知道这是在我的精神世界 在这里 只要我的信念足够坚定 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说吧他便闭上双眼缓缓浮到了半空 红魔鬼见到这一幕眼魔中满是惊骇 赵一这家伙 居然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模仿演化鬼域 虽然不是真的鬼 但被赵一化身的真意笼罩的区域内 所有机器人实力都被大幅削减 这得是什么精神强度的变态才能做到这种地步 与此同时在外界的钢材厂 陈飞等鬼政要和保安团一同进入工厂地下 却忽然感觉恐怖的杀气从里面溢出 他们摆开正式等待了数息 面前的入口竟赫然出现了一句句黑衣袖诗 一眼望去竟有数百 这打你妈呀 所有人直接傻眼 陈飞本想掉头开溜 但他想到了赵一交给自己的任务 陈飞你负责带着人去工厂地下找到那颗心脏 并将第四根关键的锁链连接在他的上面 将它重新封印 这是赵一的原话 赵大哥可是结教的高级人员 又是从未来而来 一定早就知道工厂会发生眼下的情况 既然他发布了一个任务给我 那么就一定知道我可以完成 我不能让大哥失望 不能辱没了结教的名声 陈飞思索至此眼中闪过一道利色 他怒喝一声就直接冲了上去 其他鬼屋都特么看傻了 卧槽 这是何等的猛符 何等的勇 陈飞左手锁链猛地飞出 抽在了一只黑衣袖诗的身上 对方居然被直接抽飞了 重鬼见状心中一喜 我靠 这些袖诗好像实力被大大削减了 既然这样我们也杀 不然这些黑衣袖诗活下来 我们的工厂就没了 咱们一起杀 趁他并要他命 布里茨之心是通过精神电波 来控制这些秀师 而他目前的精神力量 大部分都用在了 侵略赵一的精神世界上 导致这些秀师的力量 被削弱得很严重 所以在绝对人数的压制面前 他们很快就被古墓清理掉 胜利的喜悦在鬼群之中弥漫开来 但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很快他们就发现 地下入口处更多的黑衣秀师有处 不是几百也不是几千 而是黑压压的如泉水一样源源不断 陈飞望着入口处的 那些秀师脸色愈发焦急 他担心如果自己 不赶快完成赵一交代的任务 可能会让赵一陷入危险之中 自己此处 他也顾及不得这么多 再一次朝着秀师杀去 不过这一次黑衣秀师的力量 被加强了太多 陈飞的身体如炮弹一样被轰飞 狠狠砸落在了远处 众鬼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对不起兄弟们 我妈妈叫我回家吃饭我先走了 我想起少儿频道 马上要播我最爱看的 老八秘制小汉堡了 我也先走一步 员工们纷纷心声退役准备跑路 这还打个毛啊 一名黑衣秀师就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更何况成千上万名 某位鬼员工转头跑路 却猛地撞上了一个坚硬物体 他后退束 一屁股跌坐在地 操 路这么宽 你特么非要堵我前面是吧 这只鬼还没有骂完便突兀住了嘴 他抬头盯着眼前的这只身体 有铁皮做成的鬼 眼中渐渐浮现莫大的恐惧 对方的气息太过可怕 这家伙绝对不是工厂的员工 来人正是仓库鬼 他在外面感觉到了工厂内部 有极其诡异恐怖的波动 迟疑了许久 最后还是决定硬着头皮进工厂副本看看 照一在哪 仓库鬼盯着面前 这个已经吓傻的鬼屋语气冰冷的询问 那只鬼屋吓得慌忙指向了巨型人头 好像在那边那个人头嘴里 仓库鬼望着前方那些冲杀过来的黑衣秀师 胸口的铁皮箱子里红鹿沸腾而出 直接将他们笼罩在中间 滋拉的声音不断响起 仿佛浓硫酸胶筑 短暂的时间过后 这些黑衣秀师居然全部融化成了刺敌的血水 远处从地面上勉强爬起身子的陈飞 眼底先是发自内心的震撼 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开始激动了起来 这个家伙一定也是结教的特工 他是来帮助赵大哥和我的 我就知道这么危险的任务结教 不会让大哥只身犯险的 短短的一刹那结教 这个神秘的组织在他心里的地位 又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陈飞忍着浑身散架的痛苦 来到了仓库鬼的身旁 他用最快的时间跟仓库鬼 交代了赵一交代给他的任务 一番抉择之后 二人迅速前往了地下入口 此时在赵一的精神世界之中 布里茨之心发现了 赵一的精神世界的强大与鬼秘 同时他也感觉到了铁皮鬼的靠近 为了尽快解决掉赵一返回 他几乎用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 创造出了一个近乎于 他本体精神力量的机器人 一番剧烈的碰撞下 机器人几乎是压着赵一在打 但赵一这个家伙 不知为什么就是打不死 更恐怖的是随着战斗的进行 布里茨之心渐渐发现 赵一居然在一种 他无法理解的学习速度 不断地适应他的攻击 治安人格身体已经扭曲 重伤几乎游进灯窟 可那股疯狂的劲儿完全不减 外面的世界 那个可怕的铁皮鬼距离 自己的心脏越来越近 布里茨之心不想让那个家伙接近自己 他深深看了一眼赵一和他的治安人格 然后便收起了自己的武器 脚底喷射火焰 准备离开这个精神世界 可是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恐怖的锁链晃动声从深渊传来 一条接着一条燃烧着黑色火焰的青铜锁链 宛如触手一样伸出猛的刺向天穷 蒸汽机器人的身体被锁链紧紧缠绕住 那些巨型锁链不知道是用什么坚硬非凡的东西组成 机器人的雷射死光和改造的魂灭之举 根本无法在上面留下痕迹 他好不容易挣脱锁链 头顶的暴风眼却不知何时直接关闭了 必须杀死赵一的精神体才能飞离 远处一个扭曲黑影带着圣人笑容 正急速疯狂朝着他奔来 机器人彻底紊乱陷入了极度暴躁之中 我要杀了你 他说罢就对着治安人格发射了数十枚溃灭之弹 在空中旋转一个漂亮的弧线准去命中了治安人格 恐怖的爆炸伴随激光释放出摧毁一切的力量 连同机器人自己都受到了波及 机器人在毁灭波中直接飞了出去 在这绝对力量洪流之下 几乎坚不可摧的他都变成了重伤 而处于爆炸中心的治安人格从天坠落砸在了地面 四肢全部断掉以无声息 蒸汽机器人艰难拖着破损异常的去窍缓缓站了起来 歪着头脖子上电线闪烁电弧 他死死盯着远处半跪在地的照音 卑微的蝼蚁 你的身体将湮灭于我手中的巨人 你的魂魄将永远迷失在伟大的布里茨之心中 一刻也不得安宁 机器人的声音虽然是电流组合 可依旧饱含着无穷的愤怒 手中改造的魂灭之巨轰鸣作响 他一步步踩着愤怒与压迫朝赵一走 远处的红魔鬼望着这一幕目录绝望面色苍白 赵一 你的治安人格已经被杀死了 我们输了 我们都要完了 正在他失神之际赵一忽然吃笑一声 平静的声音压抑着极度的疯狂和兴奋 贪婪的语气让蒸汽机器人心头掠过了极度不祥的预感 你怎么不明白呢 如果不是我故意放你进来 你以为你能进来我的世界吗 我找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格的食物 它们实在太弱小了 就连我自己培育的巴尔都只能算得上甜点 但是你不一样 你是一份美味的大餐 听到这话机器人怒上心头直接冲了过去 可恶 死到临头 你竟然还嘴硬 然而这是一只粗壮的手臂 却猛然从至暗人格破碎的尸体中破胸而出 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 一个长着八条手臂的黑影宛如旧日的图腾一般助理 身上的黑色血管更加密集 带来的污染也愈发浓烈恐怖 终于够了 至暗人格舒畅的杨起头笑容恐怖 丁角色至暗人格照一 精神一 力量未知 能力未知 形态 恶像八臂 血脉红一 照一脸开嘴角露出了恐怖的笑容 你的精神还没有完全投入进来吧 我可以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你没有多少时间了 外面的那些正朝你心脏赶去的家伙 会让你万劫不复 来吧 倾注你所有的精神力与我一战 机器人望着眼前的这个男人 感觉自己置身于无穷尽的黑暗之中 你这个家伙 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吧 先是吸引我的精神注意 或是我动用大部分的精神力量和你厮杀 又让一群外面的家伙去封印我的心脏 人类 果然一如既往的狡诈 如你所愿 我会用出所有的力量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与此同时 在刚才场的地下 陈飞和仓库鬼一路深入 终于来到了心脏的所在地 中途黑衣袖师虽然源源不断 但实力明显大打折扣 甚至连先前在外面的那些黑衣袖师都不如 仓库鬼仔细观察了一下 发现了有一条束缚心脏的铁链不见了 他目光沿着空缺的那条铁链方位延伸 望向了那看不透的黑暗 猜测第四根锁链应该在那头的黑暗里 我能感受到上面有极强的封印 但我只能勉强压制那个封印一会儿时间 你必须想办法趁机把那条锁链拉到心脏那头 陈贼文言也不管下面有没有危险 直接跳了下去 一个滑铲来到了深鹤之中的巨型锁链旁 左手一卷用细长的锁链勾住了粗壮的锁链 他怒喝一声使出了吃奶的劲 却只能让这巨型锁链轻轻晃动 操 怎么这么沉 陈飞心头惊害脸色上的通红 然而最后也只是憋出了一个响屁 就在这时 老头鬼一瘸一拐来到了陈飞的身边 上一届厂主将工厂交到我的手中 我不能够看着这座工厂就这样负面 躲在暗处的刘杰也跑过来帮忙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们 等的就是这个时刻 气氛被带动起来 越来越多愁出不定的鬼物加入了行列 一群鬼物急忙下到了深鹤之中 最近力气开始缓慢拖动起了 这根不知几何沉重的巨型锁链 这一刻团结的力量发挥了作用 那根锁链居然真的被他们缓缓 从深鹤之中拉了出来 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恐怖的嚎叫 数十只黑衣秀狮居然摇摇晃晃 带着剧烈的杀气朝着这头杀来 快 秀狮要过来了 继续拉动锁链 只有尽快将锁链恢复这些秀狮才能消失 陈飞大吼一声轻轻暴徒 身上的气息正在缓缓发生蜕变 关键时刻他居然激发了自己的潜力 变强了不少 终于中鬼成功将最后一根带有 猛烈封印的巨型锁链 猛地扣在了布里茨之心上的锁扣上 仓库鬼放手 锁链上的封印忽然散发出了强盛的清光 与其他锁链上的封印链接在了一起 布里茨之心猛地颤动起来 但幅度非常微弱 锁链上的力量已经笼罩住了整个心脏 而地面上那些战力的秀狮则纷纷栽倒在地 与此同时在赵一的精神世界中 布里茨之心被重新封印 他的精神力量所幻化出来的机器人 自然也就败给了赵一的至暗人格 那片被驱散的黑暗背后出现了一座残破的巨型古殿 殿门前半座列文漫步的巨型残破黑石碑处理 如战神一样守护在殿外 石碑上书写着四个大字 血脉神殿 赵一明示石碑微微一笑 和血脉有关系吗 说不定还可以从里面找回一些我失去的记忆 虽然他暂时还不能进去 需要等待至暗人格建好通往古殿的 但那座和自己红衣血脉有关的古殿 已经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感受过后微微一笑便看向了红魔鬼 我要出去了 你在这里休息吧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说吧就闭上眼睛回归了现实世界 听恭喜玩家赵一 完成主线任务调查钢材加工厂腐朽的真相 恭喜玩家赵一 完成支线任务封印布里茨之心 任务奖励三百经验 四万五千积分 血脉结晶率 称号钢铁直男 钢铁直男 你受到的物理伤害减少3.5% 恭喜你解锁新私人安全营地 钢材加工厂 鬼物刘杰对您的好感度提升至尊重 本次副本有情助阵NPC仓库鬼 您已成功解锁私人之线仓库鬼的请求 该任务为唯一好感任务 难度较大 您可以在仓库鬼向您提出请求时选择拒绝 注意 拒绝仓库鬼的请求后 仓库鬼对您好感度将清零 成功完成好感任务后 仓库鬼对您的好感将提升至忠诚 听到提示的赵一心头微微惊讶 私人好感度任务还是唯一心 听上去有点屌啊 现在仓库鬼对自己的好感度是尊重 就已经能够让他因为自己而以身犯险 如果提升至忠诚 是不是意味着仓库鬼会听从自己的指令 我操 一个免费强力的打手诞生了 想想都happy 平复心情过后 他便推门而出来到了工厂外面 事情已经解决了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不远处陈飞兴奋地跑过来 赵一走过去冲着他微微一笑 接着又开始胡周了一番 你做得不错 组织为你骄傲 古玄镇也因为由你而重获新生 回头我会和组织上申报你的功劳 以后如果有任务我会再联系你 说不定组织会将你从D级特工提拔到C级特工 陈飞文言激动的两眼放光 我操大哥 结叫欲被C级特工陈飞 愿意为组织奉献自己的一切并随时待命 看着眼前这个被忽悠瘸的鬼 赵一干咳了两声寒暄几句便离开了副本 老树婚鸭 哭目还如来石的那样张牙舞爪形状怪 但空气中已经没有铁锈的气味 那片浓雾也消失了 汽车缓缓行驶在了公路上不快不慢 仓库鬼一只手操纵方向盘 一只手将一本破旧的资料递给赵一 这是在钢材厂地下的某处隐蔽暗房发现的 赵一拿起资料翻阅了一下 除了很多他完全看不懂的符号 还发现这本资料的末尾记录了一些引人深思的个人笔记 传说中的神之子真的存在吗 他真的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吗 实验到了现在 所有人的热情不减反增 越来越狂热 越来越疯狂 我这样清醒的人 在他们中间好像一个异类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我的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似乎不大对 怪圣人的 希望只是我多想了吗 七年前 教会给予了我们设计的图纸 并给我们发配了最后一个任务 从那过后 我们没有再收到关于教会的任何信息 也不再有新的指令 似乎我们被抛弃了 赵一目光悠悠 在脑海里面将之前找到过的讯息拼凑起来 神之子 教会 是如古教会吗 难道之前他们的种种实验 都是为了这个神之子 感觉很邪门 真是有意思的线索 他对这个教会越来越有兴趣 仓库鬼门闭了车子上播放的音乐 眼睛有些不自然地看向了赵一 对了 上次听你说你要去子力村 能帮我个忙吗 赵一心头一动 任务来了 对 我接下来要去子力村 你需要我帮什么忙 仓库鬼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 是这样的 我的胸口里有一尊非常重要的神像 遗落在了子力村中 如果你要去那的话 能否顺便帮我找一下 赵一颇为好奇 你以前去过子力村 仓库鬼心有余悸地讲述了起来 去过 当初的我还没有被解封 遗失比较模糊 那时候墨耶村的车站还在修建之中 一些人将我运输去墨耶村 由于没有铁路 他们只能走小路穿过村子 经过子力村的时候发生了诡异的事情 那群护送我的人死伤惨重 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才从子力村逃出来 那个村子太邪门了 我胸口的箱子里之前 关着一尊特殊的神像 在逃脱诡异的时候 不小心遗失在了村落里 赵伊文言问道 那神像长什么模样 仓库鬼仔细虔诚地回忆 他的身体极为壮硕健美 肌肉条里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力量感 身上缠绕着如图同般美丽的纹身 因为从来无人看清他的脸 所以他没有五官 最为标志性的 室内尊神像有八条魔壁 听着仓库鬼的叙述赵伊脸上表情古怪 这种描述总感觉很眼熟啊 思考了半秒钟赵伊恍然 这特么不就是我自己吗 这按人格在与布里茨的战斗之中浴血重生 他奶奶的 我这样的帅逼 除了帅就没有其他优点了 这个笨逼雕刻者居然遗漏了自己最大的优点 仓库鬼说到神像激动不已 怎么样 你能答应我吗 如果为难的话就 赵伊直接了当地回答当然可以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之后他就回到了工会驻地之中 在房间内开始整理起了自己的收获 通过此次通关得到了等级提升 赵伊可以打开小丑送给他的命运宝箱了 出来吧 金色传说 他满心期待地望向了宝箱内的物品 丁物品配四九 品质其他 简介 直观状态下他常表现为一柄钥匙 持有者会不断受到他的蛊惑 去将他插进任何有动的锁眼里 并且疯狂乱讲 直到钥匙尖端一阵颤动之后 这种蛊惑才会停止 效果开启大部分的手动锁 发明者寄予 可恶啊 我就知道 不应该在和妻子造孩子的时候搞发明 他真是学坏了 赵伊看着手里的这奇怪发明脸色诡异 乱戒里奇奇怪怪的科学家为什么会这么多 着实令人费解 不过有一把擅长开锁的钥匙也算是不错的收获 将钥匙K49收入了自己的物品完美 赵伊收到了小丑鬼发来的消息 我听仓库鬼说你要去紫利村了 给你三点提醒 第一一定不要在村子里面逗留超过24小时 第二 千万不可以吃任何村子里的东西喝村子里的水 第三 尽可能跟村子里的人少说话 尤其是活人